展示影像按钮 在CH8-04a.fla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范例档案呢 我们原先的安排是这样子 这里有10个按钮 分别已经把它转成了按钮 并且每一个按钮都有它的名称 比如说按钮1 我点一下 我们来看属性面板这边 它叫MyButton1 按钮2 MyButton2 依此类推 那么也有10张影像 也有10张影像 这是第一张影像 这是第10张 第2张 第3张 每一张影像呢 也都有它的名称 原件名称 我们的安排是这样子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你看 在这边 在时间轴这边 Button放在一个图层 然后所有的图片放在一个图层 每一个图片呢 都有一个关键影格 第一个出现在第一影格 第二张出现在第二个关键影格 第三张出现在第三个关键影格 等等 以此类推 那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执行的时候就变这个样子 依序播放 依序播放 可是呢 这样速度太快了 或者说我们今天想要让 使用者他自己来按 譬如说我想看第5 我就点第5 这样子 好 那么这时候在CH8-04B 里面 我们就加了 把它加Action Script 好 那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 我们看到有一个小A的 我们就知道说 在第一个影格 它有Action Script 好 好 那我们来看是什么样的内容 选择视窗 然后 动作 好 那 有10个按钮 10个按钮 所以就有10个动作 所以由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注解 这是程式注解 不会被执行 两个斜线就是注解 这是按钮1 按钮1呢 它执行什么动作 按钮1的名称在这边 MyButton1 然后呢 这是它的监听程式 监听什么呢 Mouse Click 按滑鼠左键 当按下去的时候 它去执行什么 Go to Frame 1 这是函数名称 这个函数呢 在这边 Go to Frame 1 执行什么东西呢 执行这个指令 这是一个指令 所以它用蓝色的 用蓝色的 Go to and stop 就是说 把播放头到哪一个影格 并且停下来 到第一个影格 这是按钮1做的事 按钮2做的是呢 MyButton2 它去执行哪一个呢 它去执行Go to Frame 2 这个函数名称 那这个函数名称呢 在这边 Go to Frame 2 做什么事呢 Go to and stop 到哪一个影格 并且停下来 到第二个影格 并且停下来 依此类推 依此类推 直到多少呢 直到第十个 直到第十个影格这边 直到第十个影格这边 好 那所以每个影格 都有试做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把它写成这个样子的话 控制测试影片 好的 看 好 第一影格 2 3 4 5 6 7 8 9 10 因为我每一个影格 都有它影像出现的 比如说第十张影像 出现在第十个影格这里 所以我按第十 我Go to 第十个影格 它就会显示 第十个影格的内容 好 那么 现在有一个问题产生 什么问题呢 我刚才那个程式写了 十个按钮写了十次 十个按钮写了十次 那如果一百个按钮呢 那我是不是要写一百个函数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传递参数 什么叫传递参数 就是说 如果大家都是执行一样的 大家都是执行一样的指令 什么指令 都是执行Go to and stop 大家都执行同样的 那如果一百个 我是不是要写一百个 太浪费了 所以我就直接用 用那个参数传递 等于说 都执行同一个函数 然后呢 只告诉他 应该要到第几个影格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 CH8-04C 好 同样的 我把动作 窗格打开 你看这样就少多了 好 好 那么 但是定义还是要定义 定义还是要定义 我现在把它拉大一点 定义还是要定义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叫定义还是要定义呢 拉出来 好 定义还是要定义的意思就是说 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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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要定义说 我这个按钮1 我这个按钮1 要做什么事 这个按钮1 当按下去的时候 然后呢 它去执行 执行什么东西呢 去执行 这个东西 叫GoToFrame 去执行这个函数名称 然后这是我传递的参数 传递的参数 那 MyButton2也是一样 他们是执行同一个程式 都是GoToFrame 都是GoToFrame 但是它把这个参数传递进去 哪一个呢 第一个1 这个1就代表说 这个1代表目前滑锁的动作 那就按下左键 按下左键之后怎么样呢 到这个影格来 第二影格 所以按钮3就到第三个影格 按钮4就到第四个影格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 到底呢 到底他们是应该 共用的函数应该怎么写呢 共用的函数应该是在这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譬如说第10个按钮 他就执行这个程式 然后把这个传递给他 好 他们共同执行的程式在这边 GoToFrame 在这里 GoToFrame 在这边 好 好 传递参数10 所以他就在这个括号里面 他会去执行这个动作 GoTo and stop 多少 他这边10就把它传递进来了 所以这边的Frame number 就等于10 所以他就知道 GoTo and stop 10 当第9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这个9 放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知道 GoTo and stop 9 好 那我们来看结果 事实上结果是一样的 外表是一样 你感觉不出来 只是他节省了程式码 只是节省了程式码而已 好 来看一下 所以外表都一样 外表都一样 好 以上呢 就是展示影像按钮 好